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弟弟最嫁撞死两人 我为他顶包入狱五年 狱中认识了一位婆婆 她生活不能自理 我悉心照料 婆婆临死前留给我一笔遗产 净是十个亿 出狱后 我立刻跟家人视频通话 准备跟他们分享富贵 谁料 我妈脸色大变 匆匆挂了电话 我还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变故 连忙赶回家 刚到门口 就听到弟媳的抱怨 这破天气还拉着我去过户 怎么就那么急呀 我妈说 还不是为了你们好 欣欣出狱了 赶紧把房子捂到你们手里 免得被她要回去 弟媳冷声道 一个劳改犯还想要房子 让她滚 我爸说 我们一家人过得好好的 她不该回来 这天 大雪纷飞 冰冷刺骨 听着他们的对话 我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不知道是因为天气寒冷 还是心寒 应该是天冷吧 外面下着大雪 我身上只裹着薄薄的单衣 他们可都是我的血亲啊 刚才兴许是我听错了 爸妈虽然一直偏心弟弟 但弟弟跟我很亲 我才会为他顶包 他们看我出来 应该会很开心的 这般想着 我敲响了房门 妈妈开门 看着我故作惊讶地说道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正准备让你爸接你呢 将我上上下下打亮了几眼 妈一脸心疼 这几年真是苦了你 人都瘦了一圈 我眼圈一红 妈还是关心我的 刚才那些话 肯定是我听错了 没事妈 已经过去了 以后我们就能享福了 我现在 正准备跟她分享 我得到十个亿的喜悦 弟媳忽然从屋里跑出来 朝我当头泼了一碗冷水 水冰凉透骨 顺着我的脸 滑到脖子里 我击凌凌地打了个冷战 一脸猛逼地望着她 干什么 弟媳毫不掩饰 脸上的嫌弃之色 这是柚子水 去去你身上的晦气 说完 她就转身回了屋 我冻得发抖 妈赶紧把我拉进了屋 拿毛巾擦我身上的水 欣欣 你别生气 娇娇怀孕了 情绪不好 你多包容一些 我皱了皱眉头 这不是怀不怀孕的事 我坐牢是为她和弟弟 她凭什么嫌弃我 我爸叼着烟 从卧室走了出来 她的脸色不太好看 不是盼了五年吗 怎么四年就出来了 我强行挤出一丝笑容 我在里面表现好 减刑一年 我爸似乎不太高兴 扫了我一眼 又进了屋 顾不上她的态度 我冻得浑身哆嗦 天气寒冷 我只穿着单衣 又被地席泼了一碗冷水 实在扛不住了 我朝着我的房间走去 想换身衣服 打开门却发现 我的房间已经变成了宝宝房 衣柜里挂的都是小婴儿的衣服 妈 我衣服呢 我妈支支吾吾 你 你那些衣服都 都扔了 扔了 我打了个寒战 才离家四年 家里已经没有我的痕迹了 之前悬挂在客厅的全家服也换了 他们新照的 我妈甘笑一声 连忙到 欣欣 先找娇娇的一件衣服换上 等雪停了再去买 地媳立刻出声 别穿我的 我特殊时期 衣服不能随便给人穿 尤其是刚出狱的人 这是准备让我一直冻着了 我看了看地媳 又看了看妈妈 没有人说话 死一样的沉默 我的心渐渐沉了下去 在狱中我无数次地幻想过亲人相聚的场景 真到了这一天 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我住哪 我率先打破了沉默 妈搓着手 欲言又止 地媳冷冷地说道 家里没你的房间了 你看着办 我气笑了 这我买的房子 三十一厅 到头来 我连个房间都没有 地媳疼得一下站起来 只高气扬地说道 怎么 你买的房子就了不起啊 你这样说 是想赶我走 是 你们都姓王 就我一个外姓 合起来欺负我 那我走不行吗 她挺着大肚子就朝外走 我妈一看 急忙去拦她 这大雪天的 肚里还怀着呢 千万别动了太气 我妈急得满头大汗 好不容易才将她劝了回来 我爸突然从房间里走出来 看着我 眉头紧锁 家就这么大 过几个月还要添一口 你回来就住不下 你要是晚出来一年 我们还有时间倒腾倒腾 爸爸的话 让我心寒 不过他一直都是重男轻女 我早就习惯了 这个家最让我有归属感的是弟弟 他跟我还是比较亲的 我要看他的态度 姐 你出狱了 弟弟从外面回来 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他看到我 一脸惊喜 在监狱察言观色的惊艳告诉我 他的表情有些浮夸 像是作戏 不过我没多想 弟弟还是那个弟弟 见到我肯定是太高兴了 是啊 出来了 你怎么买那么多东西 我上前要帮忙 弟弟快步走来 一下横在我的面前 别动 都是给宝宝买的东西 你不要碰 我善善地收回手 弟弟似乎为了缓解尴尬 笑了笑说道 姐 这是给你还没出生的大侄子买的 有几袋尿布湿 十几件衣服 还有婴儿车 玩具 他说了一大堆 然后拎着这些东西 静止走向宝宝房 都堆了进去 妈 门口还有一些 你搬进来 等东西全都搬进来 堆成了一座小山 我有些惊讶 这是把整个母婴殿搬空了 宝宝 还有几个月才出生 谁会冒着这么大的雪 买这么多东西回来 而且全都堆到了宝宝房 也就是我以前那个房间 对了 姐 你回来住哪呀 弟弟搬完东西 满头大汗地看着我 我 我裹了裹衣服 剩下的话说不出来 那堆积如山的东西 堵住了我的嘴 还住你以前那个乌霸 弟弟一拍大腿 似乎反应过来 我这就给你收拾 算了 别收拾了 我摆摆手 那怎么行 弟弟回头看着我 一脸感激 姐 你是为我坐的牢 你的恩情 我一直都记在心里 他这暖心的话 我听了并没有感觉多温暖 也许是因为我太冷了吧 湿漉漉的单衣裹在身上 他们都穿着羽绒服呢 王家宝 你住手 要把我儿子的东西放哪 弟弟刚从宝宝房搬出一个空箱子 弟媳就双手插腰地大喊 弟弟愣在那里 一脸为难地看向我 东西都堆满了 怎么搬 家就那么大一点 我爸点了一根烟 没好气地嘟囔 别搬了 我不住家里 我看向妈 花园路那边的钥匙给我吧 我住那边 在那边我也有套房子 我妈搓着手 迟迟没有回应 她看向我弟 弟弟挠挠头 尴尬地说道 姐 那套 那套房子给娇娇爸妈住了 哦 我点点头 淡淡一笑 五年前 如果卖了花园路那套房子 我就能筹到足够的钱 得到受害者家属的谅解书 有谅解书的情况下 我最多盼一年两年 甚至缓刑 但我没卖 想留下那套房子 给爸妈养老 结果 养了弟媳他爸妈的老 请客间 一股悲愤从心中涌起 直冲全身 我冷冷的目光 挨个从他们身上扫过 声音如同门外的寒风 你们 是不是太过分了 看到我变脸 我妈赶紧说好话 欣欣 你别生气 娇娇他爸妈也不是外人 住住也没关系 看我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的缓和 弟弟善笑着开口 姐 要不过几天 我跟他们说说 让他们搬 话还没说完 徐娇娇一个眼神 就让他憋了回去 那个 欣欣 隔壁小区空房多 我先帮你租一间好不好 我妈又说 不好 我果断拒绝 我爸捏着烟屁股 狠狠地攥进烟灰缸里 瞪着我 王文心 你到底闹哪样 不是我闹哪样 我迎上爸爸严厉的目光 我两套房子 结果我却要出去租房 你觉得合理吗 我爸一拍桌子 你一出狱就跟我们蒸房子 你合理吗 不是我蒸房子 是你们连一个房间都不肯给我 我爸站起身 像是从小训斥我那样 手指几乎点在我的脑袋上 你是瞎子吗 这唯一的房间堆满了东西 你怎么住 外面大片的空房 你租一个怎么了 实在不行 你就回监狱继续住 王文心 别一副债主的样子 我们不欠你什么 他这些话 像尖刀一样扎进我心里 我鼻子一酸 眼眶就湿了 好一句不欠我什么 当初家宝出事的时候 是谁一把鼻子一把泪求我给他顶罪的 又是谁说我对咱老王家有再造之恩 以后会竭尽全力补偿我 报答我 我在里面熬了四年 现在出来了 连个房间都没得住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补偿和报答 我满心悲凉 胸中翻滚着剧烈的情绪 当年弟弟和弟媳开着我的新车去酒吧玩 撞死一对老夫妇 爸妈第一时间找到我 他们说弟弟刚上班 刚订婚 美好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这场车祸能毁了他一辈子 可是我美好的人生也刚刚开始啊 我吃了那么多年的苦 开的火锅店终于好了起来 还完这套房的房贷 我在花园路又买了一套房子 买了车 爸妈哭着求我顶罪 弟弟跪在地上求我 他们说 等我出来了 用一辈子报答我 我心疼父母 成全弟弟 所以 我毁了自己 我在监狱苦苦熬了四年啊 我以为苦日子熬到头了 以为能享受亲情的温暖了 可迎接我的 却是白眼和冷漠 嫌弃和背叛 我为之付出一切的家人 竟是这样一群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姐 以前的事已经过去了 别动不动就挂在嘴边 弟弟开口了 眉头紧皱 你在里面坐牢 我们日子也不好过 全家都跟着你蒙羞 街坊四邻指指点点 我们都抬不起头 现在你回来了 如果住在家里 那些人指不定在背后怎么议论呢 你光想着自己的委屈 怎么不替我们想想 你住家里我儿子怎么办 难道一出生 就让他跟老改犯住在一起 遭受别人的歧视吗 弟弟的话 让我浑身发抖 这就是我毁了自己 付出一切也要保护的弟弟 他竟然是这种想法 我的心沉入谷底 对这个家庭的最后一丝幻想 也是随之破灭 我望着他 冷笑着说道 王家宝 罪嫁撞死人的是你 让全家人蒙羞的也是你 我清清白白 是为你顶罪 为你坐牢 谁都可以看不起我这个劳改犯 唯独你王家宝不可以 你要真是个男人 当初就应该主动认罪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一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的牺牲 一边霸占着我的房子 一边唾弃着我老改犯的身份 王家宝 门心自问 你的良知在哪里 我的话 让王家宝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他上前一步 冷冷地说道 王门心 当年替我顶罪 你是自愿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而且我信你了 也内疚了很长时间 你还要我怎样 你是大姐 为我付出不是应该的吗 我可是你亲弟弟啊 他轻描淡写 理所当然 我为他坐牢四年 一句谢谢和内疚足以抵消 我爸跟以前 一样 永远都是维护我弟 对着我呵斥 不就是四年吗 比得上姐弟之间的感情 做一点事 就想全家人对你感恩戴德 你怎么那么功利 爸说得对 亲情大于一切 做几年劳算什么 弟媳也指着我 毫不留情 你现在与社会脱轨 肯定找不到什么工作 在家里也是拖累 马上我儿子要出生了 处处都要用钱 怎么养你这个巨婴 妈说 欣欣啊 话操理不操 你现在的身份 跟以前不一样了 还是出去住吧 他们一人一句 把我的心刺的千疮百孔 虽然对他们幻想破灭 但我还是不争气地哭了 我闭上眼睛 把泪水硬生生地憋回去 然后望向他们 你们是铁了心地把我赶出去 对吧 你们嫌我是拖累 巴不得跟我断绝关系 对吧 对 我爸一拍桌子 直接承认 行 我如了你们的意 跟你们断绝关系 我一字一句地说道 从今以后 我王文心 无父无母 无亲人 我拉着行李箱 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揣着实意 回来跟他们分享 他们对我 却是这种态度 只能说 有些人一辈子见命 破天的富贵砸到头顶 也接不住 从家里出来后 我找了个宾馆住下 当天 我就电话联系了当地最有名的张律师 问他房子我买的 写的是别人名字 能不能要回来 张律师说 这种情况一般要不回来 但他出马 绝对可以 他是块金字招牌 打官司基本没输过 就是律师费有点贵 钱不是问题 我直接就付了律师费 跟张律师通完话后 我躺在床上 心里挺不适滋味 想想这么多年 我自己都心疼自己 从我弟名字 就能看出 我爸妈对他的态度 王家宝 家里的宝 从小到大 我都在为这个宝付出 前半辈子 我就干了三件事 供应我弟 攒钱买房 替他坐牢 可他们是怎么对我的 两套房子全都霸占 再把我赶出家门 他们感觉 我是个累赘 看着手机里十位数的存款 我又笑了 这么多钱 足以让我躺平一辈子 第二天 我就前往了湖光山色售楼处 这是城里最好的别墅区 我直接全款 买了一套大别墅 这里地理位置绝佳 未来肯定会升职 在导购小姐的游说 以及多买多优惠的诱惑下 我又一口气买了二十套 以后无论是出租 还是等升职 都是不错的选择 我坐拥二十一套别墅 半个湖光山色 都是我的 如果爸妈他们 但凡给我一点温暖 我一人送他们一套 可惜 他们没这个福气 我拎包入住 又高薪请了个保姆 每天做做饭 打扫一下卫生 日子美好而又惬意 我辛苦了半辈子 终于能享受一下了 就这样平静地过了半个月 我爸突然打电话过来了 刚接通就听到他的咆哮 王文心 你是不是疯了 竟然告我们 我淡淡一笑 我好着呢 我告霸占我房子的人 有什么毛病 好好好 你这个孽种翅膀硬了 一点矛盾就给闹到法院了 我爸破大房 快气炸了 用更大的声音吼道 我告诉你 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不但房子你要不回去 而且我要去法院 告你这个畜生 不赡养老人 我让你最后钱财两空 身败名裂 跪着求我 我无所谓 你去告别 大不了每月给你们几百块的养老费 这个钱我还是出得起的 或者每月初一十五 我买几千个馒头送过去 让你们吃个够 我爸气得吐血 畜生 你给我等着 挂断电话后 我整个人都舒服了 这时一个身穿职业装的女人过来了 她是小区的业务经理 名叫李林 我把空余的别墅挂在了她的公司 如果有人租住或者买卖的 都可以找她 文心 今天有位姓徐的女顾客 想开生日派对 相中了您的十六号别墅 徐小姐带了一些朋友 准备租三天 没问题 我痛快点头 随后我们去大厅见那个租客 签一下合同 大厅的沙发上坐着十多个人 我一眼就看到了帝席徐娇娇 还有王家宝 姓徐的女顾客 想起李林的话 我哑然失笑 那个想租我别墅的 不会就是帝席吧 看到我 帝席直接冲了过来 气势汹汹 王文心 你跟踪我干什么 我告诉你 别想要房子 李林微微一愣 你们认识 当然认识 帝席指着我 对她那些朋友说道 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劳改犯大姐 刚出狱就跟我们争房子 最后被我婆嫁赶出去了 她那些朋友纷纷看向我 目光不太友善 显然徐娇娇 没少说我坏话 真会气 碰到她这个劳改犯 帝席满是鄙夷 痴笑着说道 王文心 你这条丧家之犬 来这里干什么 这么高端的别墅区 是你能来的地方吗 我淡淡一笑 你又来干什么 帝席顿时一脸得意 我在这里开生日派对 专门租了一栋大别墅 请了我这么多朋友 你这个穷逼 一辈子都没这待遇 她十分傲娇 在我面前优越感爆棚 好像她是这里的女业主 我微笑道 不好意思 你要租的别墅 正是我名下的 徐娇娇先是一愣 随后就哈哈大笑起来 像是听到了世界上 最好笑的笑话 大家都听听 一个刚出狱的劳改犯 无家可归的可怜虫 竟然说这是她的别墅 她那些朋友也跟着笑起来 看着我仿佛看着一个小丑 可是马上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李林上前一步 对我弟媳说道 徐女士 文心说得不错 你要租的就是她的别墅 刺耳的笑声戛然而止 徐娇娇和王家宝先是一愣 随后脸上都是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来 什么 王文心就是别墅的主人 这怎么可能 徐娇娇叫了起来 李林无奈一笑 我是这里的业务经理 难道还能骗你们不成 那栋别墅确实是文心的 这话一出 他们的脸色全都变了 望着我的表情十分恶然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王文心刚出狱的劳改犯 这里的别墅千万起步 他根本买不起 徐娇娇大喊 一个他看不起的劳改犯 摇身一变成为千万富翁 他根本接受不了 他死死地盯着我 目光似乎要把我穿透 我瞥了他一眼 随便你怎么说 不过我告诉你 我的房子就算免费给人住 也不会租给你 说完我转身就走 没走几步 王家宝就追了上来 目光复杂地说道 王文心 那别墅真是你的 是啊 我刚买的 我笑眯眯地看着王家宝 这个曾经被我视为至亲的人 王家宝顿时激动起来 姐 太好了 你都住上别墅了 这可是湖光山色的别墅啊 等等 我打断他 我住别墅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激动什么 还有 不要叫我姐 我一个劳改犯 怎么配当你姐呢 王家宝脸色一白 心中突然涌出浓浓的后悔 而我 已是大不离开 王家宝突然觉得 这个姐姐是那么的可亲 她多想冲上去 像小时候那样抱住姐姐的胳膊 亲热地叫一声 姐 只不过那不可能了 而且她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爸打来了电话 家宝 别办生日派对了 王文心那个贱丫头把我们告了 女儿啊 家里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一个小时后 我妈给我发了消息 然后又发来了一张图片 我以前的房间 也就是那个宝宝房 堆积如山的东西不见了 搬得干干净净 收拾得整整齐齐 我笑了 他们肯定是知道 我买了湖光山色的别墅 看看 这便脸快不快 把房间收拾干净了 巴巴地求着我回去 早干嘛了 等了很久没见我回复 我妈又发来一段长长的文字 女儿啊 你一直都是爸妈的心头肉 你刚生下来的时候 她在打感情牌 看着那一段动人的文字 我现在只感觉恶心 接着我爸又来了 那个平时看到我恨不得掐死我 让我事事都为弟弟考虑 为弟弟牺牲的爸爸 女儿 这么多年 爸欠你一句对不起 开头就很炸裂 这个在我面前一直保持着威严的男人 竟然放低姿态向我道歉 以前的事 是爸做得不对 我想了很久 这些年对你关爱真的太少了 我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愧疚 不过不管怎么说 我都是你爸爸 生你养你的爸爸 永远都是你温暖的避风港 噗 看到最后一句 我差点把早上的饭吐出来 好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把我送到监狱避风 大雪纷飞把我赶出家门避风 恶心 我回复了两个字 直接把他拉黑了 接着我弟又来了 我亲爱的姐姐 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也是我最爱的人 你从小到大一直疼我 更是为我做了四年牢 我这辈子都无法报答你的大恩大德 回来吧 姐 给我们一个弥补的机会 给我们一个报答的机会 给我们一个家人团聚的机会 真是感人肺腑啊 如果是我刚出狱的时候看到 肯定会感动得泪流满面 但是现在 我只会呵呵 就在我想着最看不惯我的弟媳会不会也来煽情的时候 他真的就来了 姐 开头第一个字就把我逗笑了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他这是第一次喊我姐 有别墅就是姐 没别墅就是劳改犯 弟媳发来了长文 足有签字 但我连看的欲望都没有 就直接把他扔进了黑名单 他们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 截然不同的嘴脸 让我彻底地认清了他们 跟他们断绝关系 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 很快 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过来 我刚接听 就传来了王家宝愤怒的质问 王文心 你竟然把我们全家都拉黑了 还发来了律师喊 你到底想干什么 他们向我示好 我没有接着 他就恼羞成怒了 我们可是一家人啊 你这么做 不怕天打雷劈吗 我吃笑 现在把我当家人了 之前把我赶出门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的 那天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我跟你们断绝关系 从今以后 我王文心 无父无母无亲人 说完 我就挂了电话 设置陌生号码拦截 避免他们的骚扰 然后我把他们四个人的照片 发给了物业管家 告诉他 不要放这四个人进来 以他们的尿性 肯定会跑到这里骚扰我 要我的别墅 只要物业介入 他们连门都进不来 安排好后 我就去参加一个晚宴活动 开放商办的 因为我一口气买了21套别墅 开放商自然 把我当姑奶奶供着 隔三差五就请我吃饭 第二天我刚睡醒 保姆莉莉就拿着手机跑过来 激动地说道 新杰你上热搜了 而且还是热搜第一 我接过手机一看 真的上热搜了 标题是 一口气买了21栋别墅的神豪 我哭笑不得 就是昨天参加开发商的那个晚宴 这是流传出去了 把全网都轰动了 一口气买21栋别墅 确实挺惊人的 我原本以为很快热搜就会下去 没想到这事发酵得越来越厉害 热搜前十 我占三个 震惊 买了21栋别墅的神豪 竟是刑满释放人员 这条热搜更炸裂 直接顶替之前那条 登上了第一 更多的吃瓜群众围了上来 一个刚出狱的劳改犯 怎么可能这么有钱 快查查他的钱是哪里来的 八成是非法所得 嘿嘿真是搞笑了 刚出来买别墅 马上又要进去采缝刃机了 大家评论纷纷 基本都在质疑我钱财的合法性 不过我丝毫不怕 我是通过合法继承得到的十亿 随便他们去查 果然 网友神通广大 把我的底细都扒了出来 买了21栋别墅的神豪 钱财来源完全合法 狱中行善 照顾老人 竟得到十亿遗产 关于我的这两条新闻 迅速占据了热搜第一和第二 留给我遗产的婆婆 是隔壁市的首富 她只有一个儿子 但那儿子是个畜生 为了跟她争夺公司的控制权 不择手段 她将婆婆囚禁起来 侮辱殴打 百般折磨 后来婆婆实在受不了了 狠心杀了那个畜生儿子 然后去警局自首 我一开始不知道她的身份 只觉得她很可怜 生活不能自理 育友还欺负她 我心善 就一直照顾婆婆 婆婆临死前把遗产留给我的时候 我才知道她真正的身份 网友把我扒得明明白白 这时候风向也变了 全都是赞美和羡慕 神嚎心善 得到婆婆的遗产是应该的 运气太好了 如果我也能遇到这样的婆婆 我甘愿进去采十年缝纫机 婆婆圆满了 生命中最后的时光是快乐的 她肯定把神嚎当成了自己的亲女儿 享受了天伦之乐 最后热搜慢慢地下去了 我以为这场闹剧就要收场的时候 一场更大的风暴 却朝着我袭来 我又上了热搜 而这次热搜的源头 不是别墅和婆婆 而是来自我的家人 我爸妈录制了一段视频 传到了网上 视频中是一对可怜的老夫妇 她们衣着破烂 神情憔悴 在一个破烂的小屋里 控诉着我的罪过 最近网上爆火的神嚎 王文心 就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小时候我们疼她 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什么好吃的都留给她 什么好穿的也都给她 我们老两口宁可自己饿着 冻着也要给她最好的 穷养儿妇养女 我们懂这个道理 我们老两口 含辛茹苦地把她养大 可是她呢 现在风光了 一脚把我们踢开 她自己买了大别墅 非但不给我们住 还把我们从老房子里赶出去 大雪纷飞的天啊 我们老两口衣着单薄 在大街上洞地瑟瑟发抖 后来是儿子看我们可怜 把我们接回了家 否则我老两口就要冻死在大街上了 这个不孝女 狼心狗肺的东西 儿子在花园路有套房子 是我们老两口买的 当时糊涂啊 写了那个不孝女的名字 那个禽兽现在打官司 要把房子拿走 说就算是房子空着 也不给我们住 我们实在没办法了呀 被她逼上绝路 只能求助各位网友 替我们主持公道 我怎么就生了这样一个禽兽不如的女儿啊 老天爷 你开开眼吧 呜呜呜 说到最后 我爸妈抱头痛哭 凄惨可怜 令人动容 然后 我弟和弟媳也出境了 他们一边安慰两位老人 一边继续控诉我的罪过 我这个姐姐 简直就不是人 王家宝双眼通红 愤怒无比 她从小就欺负我 什么好吃的都要给我抢走 但凡我说一个不字 她就打我 骂我 我爸妈宠她 她肆无忌惮 小小年纪 就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初中就辍学了 她跑到南方鬼混 每月还要伸手朝家里要钱 现在她走了狗屎运 发达了 更不把我们当人了 现在我们一家四口都挤在这个破房子里 我姐那个禽兽还告我们 要把房子要走 把我们赶尽杀绝 王家宝说到最后 把牙齿都快咬碎了 然后是我弟媳 挺着大肚子 哭得那叫一个伤心 各位大哥 我还怀着身孕呢 王文心来家里闹几次了 我只说了一句 她就对我又打又骂 害得我差点流产 现在她发达了 成了亿万富豪 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根本斗不过她 只能请求各位网友 帮帮我们主持公道 伸张正义 视频一共十分钟 充满了血与泪 愁与恨 情词恳切 悲惨万分 别说广大网友了 我都被他们说得 快要掉眼泪了 最后 他们把我的个人信息 全都曝光了 心思昭然若揭 要让我变成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他们要彻底毁了我 让我坠入地狱 他们确实如愿以偿了 亿万网友爆发出了滔天怒火 铺天盖地地朝着我倾泻而来 短短一个小时 就有上百万条骂我的消息 从各个角落各个缝隙都能看到 我把手机关了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真是再一次刷新了我对他们的认知 这家人毫无下限 他们恶人先告状 颠倒黑白 无中生有 对我最大限度地污蔑抹黑 我还是伤心了 就算断绝了关系 毕竟也是一家人 我完全做不到他们这种怀着如此巨大的恶意 可他们能做出来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我无情 接下来的一天 我什么都没做 就躺在家里睡觉 网上的舆论越来越凶猛 简直爆炸了 我不出来回应 愤怒的网友叫嚣着 要人肉我 找到我打死我 保姆都被吓走了 连工资都没要 连夜带着行李跑了 我却不慌不忙 安心睡觉 高档小区安保工作做得好 谁也进不来 直到第三天 舆论彻底爆炸 连官方的人员都来联系我 让我平息事端 我终于开始反击了 想必王家宝他们现在很开心 看着亿万网友 为他们摇旗呐喊 冲锋陷阵 他们肯定在哈哈大笑 得意洋洋 在官方的帮助下 我找了当地一个粉丝千万的新闻媒体 直接开直播 回应这件事 短短几分钟 直播间就涌入了几十万人 无数的人在刷屏骂我 用最肮脏最恶毒的语言 我面色平静地坐在那里 脸上擒着一丝微笑 最近我和家人的事 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我先对各位网友说声抱歉 占用你们的时间和精力了 你们关心的问题 我会一一回应 不过在回应这些问题之前 我先讲一讲我的经历吧 我小时候跟爸妈生活在一个小村子里 自从我记事起 爸爸总是阴沉着脸 脸上没有笑容 我以为他天生就这样 直到我五岁的时候 弟弟出生 我才看到他脸上的笑容 原来我爸会笑 只不过不会对我笑 因为我是个女孩 不能为他们老王家传宗接代 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 养了也是白养 为他一口饭都浪费粮食 这都是我爸的原话 有了弟弟后 我才知道世界上原来有这么多好吃的 有卤的金黄的鸡腿 有香甜美味的蛋糕 有咬一口就会冒油的小笼包 可惜这些东西弟弟吃的时候 我只能在旁边看着 闻着 默默流口水 小时候霸凌我们上街 我渴了喝白开水 给我弟买绿茶 我也想喝绿茶 想尝尝那是什么味道 我拿着弟弟喝过的瓶子闻 又香又甜 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喝一瓶绿茶 很可笑 我说着说着眼睛就湿润了 那真是我小时候的愿望啊 仅仅是一瓶绿茶而已 可惜直到我十几岁 打工挣到了第一笔钱 才实现了这个愿望 我拼命地努力 拼命地学习 想考上名牌大学 改变自己的命运 挣很多很多的钱 我的成绩也很优异 一直都是班里的前级名 可是在初二这年 我辍学了 爸妈不让我上了 他们让我去南方打工挣钱 因为他们把我弟送到了 城里的贵族学校 家里开销太大 我不同意 他们就把我从学校里拖回来 把我关在家里 骂我打我 最后我还是去了南方 十四岁就开始打工 我进过工厂 端过盘子 发过传单 送过快递 也去过建筑工地 只要能挣钱的活 我都干 每个月我至少都要往家里拿五千 拿不到我爸就骂我 我小时候穿的都是破衣服 长大了穿的都是地摊货 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三百块 我要省吃俭用 攒下钱给家里 供应我弟在贵族学校读书 我淡淡地述说着我的经历 直播间里骂我的弹幕 渐渐地变少了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在骂 说我演戏 说我撒谎 只能说媒体对这场直播 做了充分的准备 他们竟然找来了我老家的邻居 还有我初中的同学 主持人当着百万网友的面求正 文心说的是真的 王宣怀他们两口子心黑着呢 疼小子不疼闺女 上街给小子买绿茶 给女儿喝白开水 喝井水 整个村都知道 邻居大娘现场实锤 然后主持人又向我的初中同学求证 王文心说的一字不差 我就是他同桌 他成绩很好 在班里都是数一数二 可是那天他爸冲进来 把正在上课的他拖走了 又打又骂 从那以后他就没来过学校 我记得我们老师惋惜了好久 我初中同学 又是一记实锤 直播间也有以前认识我的人 纷纷为我出声 更多的内幕爆了出来 事情反转了 那些骂我的弹幕一句都没有了 我继续述说 等他离开贵族学校的时候 我终于轻松了 每个月都可以攒钱了 我攒了十年 回来后买了一套房子 把爸妈接到了城里 又开了一家火锅店 在我的苦心经营下 火锅店的生意越来越好 我又在花园路买了一套房子 买了一辆新车 就在我准备迎接美好的生活时 一场车祸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入狱五年 渴望亲情的我 遇到了同样渴望亲情的婆婆 我把她当成妈妈照顾 她把我当成女儿对待 可惜婆婆走了 我们的缘分只维持了短短的四年 死之前 婆婆把她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我 这件事你们都知道了 我出狱那天 爸妈弟弟嫌弃我是劳改犯 不让我住在家里 在大雪纷飞的天 把我赶了出去 那两套房子明明都是我的 他们却霸占着 连一个房间都没我的 你说我该不该打官司 把房子要回来 我只能跟他们分道扬镳 用婆婆给我的钱买了别墅 知道我买别墅 他们又变了嘴脸 变成了慈父慈母好弟弟 可是我没有理他们 把他们全部拉黑了 后来的事情 你们都知道了 我没有与他们共享富贵 他们就发视频造谣抹黑污蔑 引导网络舆 让你们网报我 想彻底毁了我 等我说完 直播间的弹幕全都是骂我爸妈他们的 事情发生了180度的大反转 舆论完全变了 而想要靠着网报搞死我的爸妈弟弟 开始遭受反噬了 当然这还没完 在直播即将结束的时候 我爆出了更大的猛料 其实 四年前那场车祸 那对可怜的老夫妇不是我撞死的 真正的肇事者是我弟弟 王家宝 我随后就拿出来视频证据 当年行车记录仪拍下的 直接实锤 全场哗然 王家宝出事之后 我爸妈哭着求我去顶罪 我弟跪下来求我 那时我傻傻地答应了 为我弟做了四年牢 可是我出狱后 他们过河拆桥 恩将仇报 我不欠我弟什么 父母的养育之恩 我打工十几年的供养 再加上那四年牢狱生活 我已经还了 所以 以后王家人不要再来打扰我 否则 我将会继续用法律的手段 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谢谢大家 直播结束后 我弟当天就被警方带走了 罪嫁致死两人 肇事逃逸 找人顶罪瞒天过海 藐视法律 张律师说 这几条就够我弟喝一壶了 十年刑期是没跑了 而且 我从警方内部得到消息 你弟似乎还有其他问题 涉嫌职务犯罪 数额巨大 张律师笑着说 根据我的经验 他恕罪并罚 恐怕要判十五年以上 我听了 内心毫无波澜 王家宝早就被宠坏了 无论犯什么事都不奇怪 这时物业经理告诉我 小区门口跪着一对夫妇 求见我一面 我看了看监控 是我爸妈 短短几天不见 他们像是苍老了十几岁 憔悴得不成样子 我妈的头发都花白了 我爸跪在地上 手里举着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醒目的几个字 女儿 对不起 我冷笑 现在知道后悔了 现在知道求我了 可惜已经晚了 这世上没有后悔要 他们在小区门口跪了整整一下午 我终究是很下了心 没有露面 几天后 法院的判决书就下来了 让他们立刻搬离 把那两套房子还给我 这件事全网都在盯着 法院动作很快 直接现场执行 我爸妈 弟媳 还有弟媳他爸妈 全都被赶了出去 他们在城中村 租了个又破又小的房子住 可是正义的网友 没有放过他们 在网上对他们铺天盖地的讨伐 甚至有一些激进的网友 人肉他们 现下真实 堵在他们的门口辱骂 扔鸡蛋 倒垃圾 甚至泼粪水 弟媳经受不住这样的刺激 流产住院了 我弟判决那天 弟媳和他离了婚 爸妈哭瞎了眼 痛不欲生 我不再关注他们 开始用心经营自己的人生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一站 我来到了美丽的白云山 眼下正是春天 万物复苏 阳光明媚 到处都焕发着生机 我站在山巅 张开双臂 拥抱我的心声